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一款积木藏宝盒 它的玩法是打开这个抽屉取出里面的宝石 这一款比之前玩的饮料机要难一些 是霸击难度的 盒子的表面有很多冒出来的积木 都集中在这两个面 这里可以按下去 背面这块透明的积木被顶了出来 再来看看另外几块 这里可以拉出来一点 哦 它是可以按下去的 其他地方好像没有可以移动的了 这里和背面是一体的 它应该是一条杆子通过来的 在我移动的时候我可以看到 这块灰色的积木挡住了它 要想办法把它移走 嗯 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按下去的 那好 现在我们再来移动这一根 哦 它是可以直接取下来的 它应该就相当于是一把钥匙 那我们就该找钥匙孔了 这个孔的大小刚好合适 只是它里面有积木挡住了洞口 这根杆子可以活动的距离只有洞口的一半 这已经到底了 哦 可以了 里面的积木抽出来了 它下面这层积木和上面不是一体的 可以单独移动 把钥匙插进去 上面那个积木剩下了一点 看看能不能打开 还不行 我觉得应该是把钥匙全部放进去 把这一块也顶起来才能打开 现在是这根杆子挡住了钥匙孔 但是它前后都不能移动 好像是上面黄色的积木卡住了它 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黄色积木是一个三鸟形 我把钥匙顶进去 它就会升起来一些 这个时候挡住杆子的就变成了钥匙 把钥匙抽出来 黄色积木就会落下来 重新卡住杆子 所以我只能在拔出钥匙后 黄色积木落下之前拉住杆子 留给我的时间不到0.001秒 我需要找到它们三个之间 那种很微妙的感觉 好 拔出来了 但不能完全拔出来 不过钥匙已经够放了 我们继续拔第二根 刚才的过程又要重新上演了 好的 搞定了 抽屉能不能打开呢 非常顺利 没有任何悬念 这就是两颗宝石吗 而且还有一颗稀有的蓝宝石 我要发抬了 这个机关盒的整个破解过程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把两个杆子拉出来取出抽屉 在这之前要找到这把钥匙 这上面有三个凹槽 分别被这三块积木卡住 最后再被这个积木锁死 整个机关下来是环环相扣的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能顺头摸挖取出宝石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